其實這個 葉元智倒是有爆一個料 說他們國民黨自己內部評估 上禮拜我們有講 就是說這個罷免跟反罷免 可能他這個差別就在3萬票之間 然後呢他們也評估說呢 其實呢在這個總統大選的這一次 跟上一次高雄市長選舉比起來 他多了35萬票 這35萬票呢國民黨認為 他也許不要韓國瑜去選總統 討厭韓國瑜選總統 憤恨韓國瑜選總統 可是未必想要罷免他 這裡面的人大概有多少 這個就是韓國瑜的一線生機啊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國民黨的評估啊 不是我覺得很多人的數學 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麼 這個很簡單的數學加減 加減的問題還沒有懲除喔 對不對 那2018年你說他那個什麼 他們依照的是說 投陳其邁的74萬票嘛 對那2020年投蔡英文的是 109萬票嘛 那這種差距說 小英為什麼多了35萬票 如果是民進黨的話 多了35萬票 可是你要想清楚 2018年投韓國瑜 89萬耶 可是2020年投韓國瑜 61萬耶 也少了28萬啊 對 這個就是他遊覽轉綠 遊覽轉藍 在中間這個 關你去選總統什麼事情 那你比方說 投陳其邁的74萬票 這74萬票的話 是堅決投民進黨的啦 對 這民進黨最低的一個門檻 就是74萬嘛 那你74萬票 你罷免韓國瑜要幾票 57要 我們講了很多嘛 57萬0423票嘛 對這個差距有多大 這差距二十幾萬票耶 而且說實在 這個來來往往的話 從我剛剛講 遊覽轉綠 遊覽轉藍這個 是28到35之間的這個票耶 對 我們取個中間值30萬好不好 那這30萬難道不會出來 如果投票率四成五成的話 就十幾萬再加上去的話 你覺得罷免韓國瑜的票有多少 對 那個超過門檻太多了吧 所以這個數學加減乘除 加減沒有乘除 加減 不要再想 所以葉原知講說 國民黨內部的評估說 勝負在3%以內 我也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我從上個月看到的就是 贊成罷韓的就超過五成嘛 一堆都五成啊對不對 而且你看 最簡單的我們常常講 賭盤好了啦 那賭盤之前說開PK盤 對不對 我是覺得很奇怪 哪有人在借的時候開PK盤 開PK盤 對不對 誰要開PK盤 就要偷自己講到 爪頭是賺太多想要走路 那當然不可能嘛對不對 好啦那之前聽說有人開了啦 不是PK盤 是浪票浪不多啦 是浪大概十萬票左右啦 可是開了之後你會發現 現在一堆人都去簽註耶 而且看這個情況起來 尤其是上禮拜六你看 一堆人拿那個黃絲帶有沒有 現在高雄人的氛圍是說 你走到哪裡 大家就不會去霸函啦 我說真的 你問不你問高雄人 所以他們講說一個霸函情緒 所以那個早討趕快收了嘛 他們如果有認識的好朋友對不對 都拜託說用私人交情 你可以退兩件不要簽了 我這個盤要關掉 所以大家沒有人敢開 到底盤是多少 就很怕總統大選 那一次的情況會重複 可是那一次是走到頭探罷 因為那時候大家覺得說 我要投韓國瑜韓國瑜會贏嘛 那也是根據國民黨的民調喔 對不對 告訴大家說韓國瑜會贏 趕快去下注 後來輸一輸你看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那剛才清王有講到說 八點名做記號 包括什麼低收入戶啦 公務員啦 什麼身心障礙者有14萬 不用怕啦 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曹環龍為什麼 那個民政局長 為什麼他出來那個 他告訴人家說怎樣怎樣 我告訴你是曹環龍有壓力嘛 罷掉他就失業啦對不對 他是政務官啊 對不對 他自己有壓力啊 而且你說你這些怕被 點名做記號的這14萬人有沒有 我就告訴你 你只要把韓國瑜罷掉之後 你們就身家清白了對不對 你怕什麼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對啊 那更要霸了啊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今天 韓國瑜用的任何 市政府做的任何的招式 有沒有 都是兩面認嘛 而且看起來是霸函的這邊 認比較大小 你一直要去砍人家那些 霸函的團體之後 你會激起那些民怨啊 對不對 我剛剛跟你講說他的基礎 是比你還高嘛 你今天霸函的民眾的基礎的那個 數字是比你反霸函的多很多啊 對 所以你到底在幹嘛呢 我就覺得說 數學這個簡單問題 真的是 我就覺得我常常搞不懂 齁 天哪都奇奇怪怪的數字出來 怎麼恐嚇 你恐嚇也要恐嚇到人心啊 對 就像那時候總統大選 很多人出來講說 啊韓國瑜的選票贏多少 怎麼亂七八糟 我不是跟你講 腳印一定破八百 贏一定贏兩百多萬 我那時候不是講得很清楚 跟著丁老師走 就不會錯了嘛 對不對 氣死 而且韓國瑜 他現在很多花招進出 那裡面就想出很奇怪的問題 對不對 他們還講說要登東沙群島 對不對 那你反應很慢嘛 我一直講說 你的反應是不是慢到幾點了 中國大陸說要去躲島演習的話 是什麼時候就開始講了 對不對 對 他已經宣布很久了嘛 那東沙群島 可能大家不知道 他的行政區是屬於哪裡 你知道嗎 屬於高雄市旗津區中心裡 哎唷 那是你高雄市的領土 管轄的區域 我們那時候不是講說 東沙管理站有沒有 設了一個管理站 他的門牌嘛 那時候講一話還去 他的門牌號碼是什麼 旗津區東沙52號 對不對 旗津區 那你當初為什麼 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對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的幕僚是都睡著了嗎 還是你說你到現在 連東沙群島是歸你高雄市管 你都不知道 應該是後者比較有可能 所以就跟你講說 很多事情不要再想那些 有的沒有了 當初大家解決說 韓國瑜現在 我說他上次直播說他哭了 或者說他今天在議會道歉 對 那你是到底是你真真切切看清楚自己的處境 還是說你又是另外一齣戲 對 因為你之前演的太多齣戲了嘛 而且你 你我吃什麼 你經常做的事情就是吃 報名吃食粵 報名翻證 晚上吃食粵報名翻證 對不對 真的 因為你都反悔我前幾天就是很軟弱 可是過幾天又任爸等你有沒有 所以就跟你講說 你到底是怎樣 才是你真正的人格 真的大家都搞不清楚了 到底你心裡面想的是什麼嘛 哪個才是真的韓國瑜啊 他現在是擔心什麼你知道嗎 他為什麼他希望把這個罷免 他叫大家不要出來投票 他是怕把那個投票率驚太高 他我就跟你講說 你現在是平白無故把你的江山丟掉 你如果叫那些挺韓的不要出來投對不對 那數字又比較難看 因為你看 那些我就說 你看我都叫你們挺我的不要出去投票啊 所以到時候罷韓的當然 去投票的都是罷韓的啊 所以他被罷掉的話 那個數字責任不在於我 對不對 我已經叫大家不要去投票了 因為這樣不會難看嘛 不然你告訴你PK 叫大家去投票 投出來那個數字還是差那麼多的話 那不是差那麼多對不對 你動員了一堆人去投票 還輸這麼慘 所以他現在蓋牌 叫你不要去投 數字難看的話 你看挺韓的都沒有去投票啊 數字才會呈現這個啊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讓人家認為說 你江山高雄市的江山拱手讓人的話 你就一無所有啦 你接下來下一步路都不好走嘛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民進黨是搶了他的菜灘 丟了高雄那個江山嗎 那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他看起來是搶了 高雄要被搶了啊 對 那你接下來會丟什麼東西 韓國瑜他還要營造下一步嘛 他不可能說我高雄市長我贏那麼多 後來總統也有五百多萬票 那這股勢力至少殘存還在啊 你不管那個殘兵游泳還多少 至少還是一股國民黨裡面的勢力嘛 那他接下來他要丟了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他現在要丟的東西 他現在要選台北市長要選什麼 那都不可能 你走到哪裡 大家就圍堵你 對不對 對 就像你那時候去選總統的時候 大家給你看出出嘛 你已經用看破卡手了你知道嗎 那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在國民黨內幕可以搶東西而已 他現在走到哪裡都不行嘛 只能在國民黨裡面搶嘛 對不對 你出來之後外面很多老百姓 所以就跟你講說這一次在高雄 你弄這些東西 根本沒有辦法改變任何的結果 對 所以怎樣 他只能這樣營造塑造 就自己有一個形象 對不對 他可能跟你說我悲劇英雄 我是被民進黨破壞 我是被人家奧波搞的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蓋牌之後 我至少還有一堆隱性的支持者在這邊 到了這個運激這個能量之後他要幹嘛 他要揮軍北上啊 揮軍北上 當然啦 選國民黨黨主席 不是台北市長大家不用怕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今天傳公議要來選台北市長 那不可能 那是大家的期望 那些韓粉 我就跟你講 那是因為他這次輸的很慘 否則我韓粉還會叫他出來選總統 我跟你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只有他要運激這些實力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韓國瑜這次他做這些的作為 這些處境到底是真心真切的 還是說他又在演另外一齣戲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不過我說實在話 韓國瑜剛剛講到我們東沙群島 其實我跟你講我們現在要注意 除了說注意韓國瑜被罷免的事情之外 我要注意一下國際情勢你知道嗎 最近這個南海局勢很嚴謹 那個B1B不是常常跑去南海巡弋嗎 我就跟你講 B1B為什麼造成中國大陸 你看那天中國大陸 美國現在因為疫情嚴重 他真的除了甩鍋之外 他真的是在挑釁中國 因為挑釁到希望他跟我打一架吧 真的我沒騙你 P8A的偵察機 你看他如果依照他的那個航線 有沒有 這個指射這個條線就是海南島 他這個是三亞的那個潛艇基地 三亞市 對 他的那個領海是這樣 如果依照這個圖 這個誤差如果沒有差太遠的話 你看他的航線是這樣 他就背進去人的領土裡面 對 背進去之後再背説一人又出來 當時中國大陸可以忍受那個 美國軍基點的潛艇 而且聽說都飛到他潛艦基地的門口 對啊就在川亞這邊啊 你看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你看 這個是比較 美國字真的蠻威的 你看這是 就已經離到人家門口 這麼大一台 那為什麼敢這樣 我就跟你講因為 因為那個什麼 川普現在的支持度 跟拜登 在十個百分點上下 那現在他只能用一些下猛藥啊 對不對 因為十一月要投 十一月要選舉 現在才幾月現在五月 所以他現在一直挑釁 一直挑釁 一直挑釁你 挑釁到最後他希望說 跟我打一次 靠這個武力來解決這個中國問題 因為全美國現在有七成四的人 是討厭中國你知道嗎 所以討厭中國 這個變成選舉一個決戰性的任務 那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胡錫進之前不是 那個環球時報的那個總編輯 他講說 中國大陸準備要制裁美國對不對 可是那天趙立堅 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說他沒有評論 你再評論看看嘛 對不對 你要拿什麼制裁美國 所以跟你講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內憂外患 他現在中國大 美國一直在挑釁你 希望你跟我打一架 可是你在那內部 最近你看 沈陽傳出來463軍醫院封鎖 就跟當初的那個和平醫院封院一樣 對 他把所有的醫護 醫生護士全部都禁止離開 而且包括吉林有沒有 他現在疫情也加劇 我們之前講過蘇蘭寺有沒有 對 那現在吉林寺也整個都封城 好 那你說中國大陸隱匿疫情 連那個中南山都出來講 中南山之前不是幫中國擦脂抹粉 對 說我的疫情控制得很好嗎 已經零確診清零嗎 對 那搞到現在武漢最嚴重的你看 吉林跟鳥林 現在有八千多人被隔離耶 對 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不是要接下來 又要蓋方艙醫院 所以跟你講說中國大陸 真的不要這樣 那真的做夭壽的 你現在甩鍋也就算了 你要不要說這些疫情 像武漢 我們前一天看到很多視頻 對 武漢很多老百姓 現在又在路上路倒耶 所以現在大家就已經講說 雖然夏天到了 對 疫情可能會緩和一陣子 可是你知道現在 所有的研究機構都講說 到了年底十一十二月 如果疫情在二度爆發的時候 那一次會比這一次更嚴重 那我不知道它的利潤基礎在哪裡 因為我們有醫師專門在這邊 我是不懂啦 可是我是覺得說 如果這樣的話 那台灣是不是要做一些因應 包括台海情勢 包括第二波疫情 以後開解封座 跟外國往來之後 台灣要怎麼再守住 第二波的疫情這樣